好 那我们开始 那今天第一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 小米10的这个曲面屏幕它的弧度有多大 并且呢在弧度比较大的情况下 它的显示效果怎么样 那么下面第一个环节我们先看 中间这是小米10 左边呢这个是华为的min30 pro 是一个不平的机器 右边呢是一款Redmi 这边是一个平面的机器 那么三种屏幕形态 我们先看正面的观感 好 那么这是平面的一个感觉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它在不同角度下的感觉 30度的斜面上面 就是当我们看侧边的时候 曲面屏的侧边它必然有亮边 那有同学会聊到说 是不是会边缘发绿 这个发绿啊不是指这边发绿 而是这一侧发绿 大家那明白我的意思吧 小米和华为之间的对比 注意 这是小米 这是华为 我们看一下 大家注意看这两边 我们从这个角度看过去 的确是有明显的这个亮度衰减的这个情况 边缘防务处我们点开 然后这边红色的区域就是它目前所设定的一个边缘防务处的区域 假设我们把防务处的这个看到了吗 我调到最低 假设我调到最低 那么它是只有一个特别细小的红线 也就是在这个位置不能触摸 其他都可以触摸 我摸这边它就可以移动 看到了吗 就是这个位置会干涉你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调节 注意看这个红边 注意看 看到了吗 这个红色的边缘 那么这个区域就全都不再作为触控区域了 注意看我这虎口已经贴到这个屏幕上了 但是我这么来回挪动的时候 就不会有影响 这些不重要 重要的在哪呢 小米这边给出的是一个叫做推荐的模式 在这个模式下 它会有一个类似自动调节 根据你不同的场景来进行调节 就是这样的情况下 你会感觉这个系统是比较跟手的 大家还记不记得小米9在发布的时候是多少钱 有影响是吧 那么小米9发布了之后 到现在一年左右的时间 在第三方的库存里面 最终给出的价格就是2499 那这也就间接回答了 刚才那位同学所提到的说 你这个小米10什么时候能价价呢 如果参考之前的小米9 Pro 那么半年之内它的价格波动是很小的 时间到了一年 也就是参考之前的小米9 那么价格的波动呢 大概就是500元左右 我现在手里呢 并没有两台小米10 那怎么办呢 是不是这个内容就做不了了呢 别忘了 这里是多次元领先的科技美学直播间 在我们直播间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我们有两台华为 而且这两台呢 都是MIS30 Pro 这台银色的剩余电量是67% 这一台剩余电量90% 首先两台机器我全都打开无线反冲 60% 90% 哎看到了吗 这个结论应该是比较明显的 谁给谁无线反冲 并不取决于你的电量是什么样的 而取决于谁在上面 那是不是表示说谁在上面 谁主动 那明有的意思吧 苹果表示无所谓 不管你们谁 反正都是为我服务的 在他们的发布会上面都明确表示 我们可以给苹果充电 这是小米10所带的这个充电器 那么它里面带这根线呢 也还算是比较粗的 除了给手机充电之外呢 其实它还可以给笔记本充电 那我们来试一试 然后大家注意看这个位置 看到吗 一个小亮灯 这就表示它可以给这个笔记本进行充电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是不是它可以使用别的 比较便宜的USB A转C的线 也能给笔记本充电呢 这是别的手机的充电线 那么这根线大家可以看是非常细的 我们和小米这根原厂的线比较一下 你就明白了 白色小米黑色是其他厂商的 那么这根线是比较细的 同时它也是比较便宜的 如果小米的充电器能用这根线 给笔记本充电的话 那么用户就可以省掉一部分 买线的成本了 我们插上小米充电器 哎 没亮 那么也就是意味着呢 支持这个高输出功率电压的这种线 才能冲 那么目前公认的这个声音比较好的啊 有这么几台机器 首先就是这个啊 苹果呢最近几代产品的外放的声音都是很强悍的 那我们可以和小米来做一下比较 小米 这个测试结果应该很清楚的 就是苹果这边它上方的声音稍微要小 那么一点点 就当你挡住下方的时候 上面那个声音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 小米这边的上下的声音呢 比较接近 当你挡住一边的时候呢 另外一侧的声音还可以 就是并没有说一下子就缩咬很多 两个部分听起来那个声音差不多 这倒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什么意思呢 大家看这块是扬声器 对吧 这个位置是扬声器 那么当我们握持的时候 会不会同时挡住两个扬声器呢 答案是会的 那么怎么办呢 最好的办法是这样 把它转过来 对吧 这样的话 恰好两边的扬声器呢 都露出来了 小米10pro这款产品 它在握持的时候是有正法的 哇 这声 有点震撼啊 这个声 我倒过来拿 它当然是会有遮挡 咱们看看影响有多大 游戏的时候很紧张 我握持掉 手掌挡住这个音频的位置的时候 你听声音 是不是几乎就没声了 对吧 强调一下 小米10在使用的时候 是分方向的 这个问题呢 咱们还是要跟大家明确的说一下 首先这台机器 不是一台特别轻的机器 它的重量 我们先看一下 重量是211颗 这还没完 我们拿出它的内外双凸点的保护壳 235颗 仅凭这个重量 你应该清楚的知道 这台机器是比较压手的 当然它的屏幕尺寸呢 也来到了6.67寸 所以这么大的一个尺寸上面 配合这个重量 算是一个正常的范围 但是它确实不是一个很轻的机器 那么第二个问题 这位同学问到说 这台机器会不会有割手的情况呢 咱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咱们握持手机的时候大概是这样的 很难说这个位置去刮到这里 这是比较难的 左手倒是容易出现这种刮手的情况 另外呢就是握持的时候 比如我们横向握持的时候 是不存在刮手的 因为这个位置 除非你这么抠它 没这个必要 好 那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 如果你使用右手 不存在刮手 如果你使用左手 我推荐你带套 我这里只有一台Pro版本 就小米只给我们寄过来Pro的版本 没有标准版 所以我不太清楚标准版真机的感觉 从纸面参数上来看 标准版和Pro版的差别 一个是影像系统方面 影像系统方面呢 标准版是两个200万的 一个深度传感器的 另外一个呢是微距200万的 也就是很多同学说的 这叫什么 凑数双摄 但是呢Pro这个版本不是 那么它显然 它的各方面的素质会更强一点 就没有所谓的凑数 另外呢就是屏幕调校更好 还有呢就是电池容量 标准版电池容量更大 Pro版本电池容量要超小那么一点点 所以这块其实是标准版更好 咱先说清楚 但是充电功率那方面 Pro版本呢支持一个 50瓦的急速闪钟 而标准版是30瓦 就这块又是一个差别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磨砂质感的 之前聊过了为什么 第一个它是内敷质感 摸起来很舒服 第二呢它就是特别抗指纹 你上面你随便弄一些油啊 水啊之类的啊 一擦了之 就是还是很好的一个状态 当然你说我平常就是都是戴套的 那就无所谓 如果你不戴套的话 那么这种背板是很舒适的 摸起来的 和苹果这个也很相似啊 苹果这个也是这种楼上的 可以等 既然你想等 那你就等一等 既然你说你想等的话 证明你现在手里面是有机器的 我不是说这个机器 我们觉得测着还可以 就推荐你给我买 没有这个必要啊 你手里面只要这个机器满足你的需求的话 你完全可以等待一款 一下子就能打动你 让你没有办法去抵抗 看了这个机器立刻就想买 那么你现在看小米10Pro可能打动不了你 你还在犹豫 你说我要不要它 你既然犹豫 说明你还没有下定好这个决心 你可以等Mix4 没有问题 不要将就 没有什么必要将就 这个将就的事情已经很多了 花钱就不要将就 好了 那么关于拍照这块呢 第一个点就是 1亿像素的成像时间是多久呢 我拍完它 我立刻点这边 咱们看看它成像时间有多长时间 好吧 完事 这个速度我个人觉得是比较快的了吧 我们再强调一下 这个时候它是Heave格式的 没动了 它出来的应该就是Heave格式的 然后我们在1亿像素下拍一张照片 拍摄 然后我们回来 这边成像速度 然后点击右边更多 看详情 6.23兆币 但是它这会又变成GPy格式了 那是不是说明就是在1亿像素下面 它只能输出点GPG文件 咱们这样 最后一次 咱们在拍照的模式下 我们再拍一张 注意看 拍完 进来到这个里面 看到了吗 默认2500万像素的时候 它的格式是 Heic 而在1亿像素的情况下 它的格式只有GPG 语音唤醒 开启之后 你可以对巧机说小爱同学 或者是自定义的 幻想词 就可以唤醒小爱 Hei Siri Hei Siri hey Siri hei Siri hey Siri Hey Siri oh man Nooo GOD 怎样才能加入科技美学的公众微信呢 我们打开微信 选择通讯路 点开订阅号 点击右上角的加号 在查找公众号的框中呢 输入科技美学 看到那个熟悉的图标了吗 点击就可以加入进来了 如果你不嫌烦的话呢 还可以将科技美学的账号 添加到你的桌面 在科技美学的公众微信账号呢 有关数码的任何问题 你都可以向我提问 每天呢 我都会以语音的形式 回答大家的问题 嘿 塞瑞 在 你觉得苹果好 还是小米好 当然是小米好了 小米的产品价格厚道 质量过硬 为中国制造代言 听见没有 塞瑞都这么说 嘿 塞瑞 在 你觉得一亿像素方向错了吗 如果老是错的话 那就一错再错吧 我去 你看人家塞瑞回答的这个问题 好了 到这里了 大家晚安 早一点休息 现在十点了 好不好 在2016年的2月14号的晚上 10点钟 还在这看直播的人 你们不应该反思反思 为什么 我看有朋友说 你不是也在直播吗 你们要是不看直播 我就不直播了 是不是 并不是因为我直播了你们才看 而是因为你们要看我才直播了 所以怎么能怪我呢 是吧 归根结底 这件事情 怪谁呢 怪蝙蝠 我会看不懂吗 我会看不懂吗 我们发现你 在直播 这件事情 好 对